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到了 这个换位置的地方就是两段谱子的连接处 大家在弹第六七八小节的时候 特别又要注意我们的弱子四子了 在这里四子弹了两个音 请看一下 这每个音都要扎实稳健 这个音都要扎实稳健 在这几首曲子里我们学习了很多新的东西 首先有黑剑 黑剑的弹奏和白剑有所不同 我们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有些害怕 会从箭上滑下来掉下来 其实大可不必顾虑 我就凭我们这个手指小小的手指尖 已经足够可以控制这个黑剑了 我们还学习了升降号 这些记号告诉我们弹奏的新的位置 在很多曲子的高音和低音谱表后面 都会有一个升号和降号的出现 我们把它叫做调号 调号告诉我们这个曲子调是什么 目前我们已经学了一个升号的G大调 和一个降号的F大调 为了熟悉这些调 我希望大家在弹曲子以前 可以弹一些这些调的音阶 在以前我们接触的曲子里面 手的位置是不动的 在三只虾老鼠当中 我们第一次接触了手的位置的变化 在今后的学习当中 我们会碰到更多各样的手位的变化的移动 谢谢大家